哈喽大家好 我是房车情报的栗子 现在越来越多人啊 就是把目光转向了房车 但是呢出去玩 可能开C型房车 觉得不太灵活 那么很多人呢 把目光放到了B型房车上 那么栗子今天就带你们看一辆 20万出头就能拿下的福田B型房车 这款房车呢 就是来自福生房车的福田G9房车 这款房车的车头造型啊 这个中网上也是进行了 一个改观的设计 看起来更像那个商务车 更有商务车的风范了 车顶也是进行了加高的处理 整个的车内部空间 也会更宽阔一些 整车尺寸呢 长度5米4 宽度在1米92 高度在2米59 改观上呢 也是整体比较简单 大气的白色 搭配上这种 黄色的这种拉花图示啊 看起来也更添了一丝运动感 车尾部呢 也配备了抽拉式的炉灶 方便咱们在户外啊 烹饪做饭 车窗上呢 也是配备了这种金刚网 这个金刚网呢 如果说咱们住车之后啊 人不在 可以增加这个安全性防盗 车尾门呢 采用的是一个上线式尾门 平时啊 如果说咱们遮阳棚不打开的话 这里也可以作为一个遮阳棚来使用 车尾门打开之后呢 就是一个后置的横床了 横床下方也配备了这个储物的空间 而且还有一个外接的这个淋浴花洒 这个淋浴花洒的外接口啊 就把它延伸到了车侧 可以在这个车厕洗手洗菜 那么这款车动力上呢 采用的是一个2.4排量的汽油发动机 搭载的是一个五档的手动变速箱 最大的功率是118千瓦 最大扭矩是220牛米 车顶进行了加高之后啊 车内的空间高度 也是变得更加的这个高了 1米8的人啊 站在这儿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栗子现在穿了一个5公分的鞋 那么栗子本身的身高是1米6 那么现在这个尺寸呀 可以说我在里面反正是 活动起来是比较自如的 沙发区域呢 采用的是一个四人对卡座的设计 整车是一个核载6人的车型 栗子不得不夸一句啊 这个卡座的座椅啊 是真的比较舒适的 而且弹性比较好 支撑力真的不错 周板呢也是说可以放下比较多的这个 咱们的小碟子啊 小盘子或者是小茶具 日常在这儿用餐喝茶都没有问题 而且也配备了这种 放置杯具的这种储物格 这门进门处呢 就是一个简易的小厨房啊 这个小厨房也配备了 一个容积比较大的洗手池 也可以作为洗菜来使用啊 旁边也配备了一个 咱们可以烧水煮茶的 这个一体式的茶具壶 下方也有一个70升的车载冰箱 日常咱们说冰个饮料 或者说一天的食物储存是没有问题的 卫生间的空间呢 因为是B型房车啊 所以说空间上大家期待值也不要太高 但是啊 满足日常的这个需求还是可以的 也配备了一个便携式的马桶 还有吸塑式的这个洗手盆 独立的淋浴花洒 日常咱们说如厕洗澡洗漱 是没有问题的 车尾的后置横床呢 长得也是很规整的啊 睡下两个成年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日常呢 咱们小两口出去玩 开这台车也是比较合适的 床铺上方也配了这个抵制空调 方便咱们车内的温度调节 这台车水电配置方面呢 水路上给大家配置了90升的清水箱 还有70升的灰水箱 电路上3000瓦的逆变器 还有500安时的离电 那么这个水电配置 说日常咱们短途旅行小两口用 日常还是可以满足的 那么这么一款车的话 现在的指导价格为21.8万元 是不是性价比比较高了 想要知道更多的房车资讯 进行关注房车情报 我们下期再见